据波兰电视台报道 几名身份不明人士当地时间11日向波兰驻荷罗斯大使馆泼红色油漆 波兰一位政府官员当天证实了该事件 视频显示 事发当时有三人走向大使馆门口 两人手持油漆筒向使馆牌匾和窗户等处泼洒红色油漆 一人跟随其身后进行拍摄 据报道 波兰外交部发言人称大使馆已经报警 正等待警察到来 发言人还表示将向公众同步事件进展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马尔新·布士达茨表示 波兰正在等待俄罗斯就大使馆时间做出回应 此前当地时间周一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谢尔盖·汉德列耶夫 在华沙向苏军战士墓地进检花圈时遇袭 被人泼红色染料 事发当天正在伊朗访问的波兰外交部长拉乌回应称 这件事本不该发生 波兰外交部发言人亚西娜也表示 波兰外交部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正在保持关注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瓦夫士克10日 在波兰电视台早间节目中表示 波兰外交部对俄大使遇袭表示遗憾 但现在应该结束这一话题 他表示自己不认为在昨天的事件中有人有生命危险 俄外交部5月11日照见波兰驻俄罗斯大使并告知后者 俄方正在等待波方就5月9日隔住波大使遭习事件正式道歉 并将根据波兰的反应决定对这一事件的回应